今天要帶大家來了解 三種不同品種貓的個性 還有我們養貓要注意什麼 這一隻是... 布爾貓 欸! 好好好 欸! 欸! 沒有啊 你剛剛在說 我分不出來是誰在叫 呵呵呵 所以他就是比較沒有那麼親近的 你看他現在很像 好不要生氣 他有狗狗 他有狗狗 歡迎收看學生愛計較 哈囉大家好我是DeeNanLin 我們今天很高興 來到我們宏大攝影師的家 我們今天跟他借場地還有借了兩隻貓咪 今天要帶大家來了解 三種不同品種貓的個性 還有我們養貓要注意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大學生還是很多人都想要養貓 你不知道養哪一種貓 每一種貓的個性 其實都差很多 好我們現在先介紹一下我們這邊的三隻貓咪 第一隻是這一隻 湯尼可可 Tony KK 養的 Coco Coco 他是美國短毛貓 啊美國短毛貓其實 大陸廢人都喜歡養 因為他們長得很可愛 臉很椭圓 而且活動力蠻強的 所以喜歡到處亂跑 也不用怕他自己顧料 他的脾氣也很好 但 他現在脾氣好像不太好 哇 來 坐好 好 我們現在介紹第二隻 這一隻是 布偶貓 欸欸欸欸 好好好 不要看不要笑 好好好 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 啊 欸 好 沒關係 反正這隻布偶貓啦 布偶貓他的特色就是 他很大隻 欸毛超膨的 比一般貓都還要大隻對不對 對啊 結果他們現在兩隻現在會打架了 之後我們現在第三隻貓現在抱不起來了 因為他們現在三隻貓都在生氣 這樣就是爆貓 爆貓就有什麼特點 爆貓是比較熊 然後他不太會找人 好 那我們現在分別介紹一下三隻貓 好我們今天會主要介紹好幾大象 裡面有 親不親人嘛 還有親不親貓 還有他們的一些 對陌生人的個性啊 食量之類的去做他們介紹 啊因為他們現在都到處亂跑啦 欸 都有點生氣 所以我們就只能這樣子隨意拍 他們走到哪裡我們就跟拍到哪裡 我們現在先介紹一下這隻 美國鑽貓貓 他很不甘願 哇你不可以這樣抓在哪裡 不然那個觀眾會說你在虐貓 不會啦 但你現在可以看到 就像你這樣子抓他 他個性還是很好 會不會生氣 也不會咬你 啊或者是你把 手來 沾到他的嘴巴裡面 他也不太會咬你 因為他個性就是這麼的好 對美國鑽貓 他最重點的個性是他很親人 因為他很親貓 因為其實 他今天是第一次來到我們 宏大攝影師的家 然後就把他當成自己家 對他來 先找每一隻貓先打招呼 他去找了那隻布偶貓 他叫阿布 就找了那隻痘痘 痘痘是爆貓 他兩隻都個別先打個招呼一下 雖然我們平常家裡有陌生的藍 是不是他也不會胖 對啊 他就直接走到你旁邊 蹭蹭你的腳 這樣 他也不會說躲到什麼 很暗的小角落 因為他根本就不怕 對很多人養貓 家裡的貓可能陌生一來 他就去躲到沙發底下 可是Coco他完全不會 而且我自己 我忘記跟大家介紹 我自己家裡其實也養兩隻貓 一隻也是美國短毛貓 一隻是那種一般的米克斯 阿像那隻美國短毛貓 他的個性就比米克斯好很多 而且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其實 比較不容易生病 因為美國短毛貓這個品種 他本身就是比較強壯的品種 所以你如果怕說 你養的貓咪容易生病的話 可以選這種 比較不容易生病 對 可是一個重點就是 不能養折耳的 對 因為如果折耳的話 就是他有基因的缺陷 他骨頭什麼的不太好 對 他有基因隱喘 阿他食量大嗎 他食量其實 我覺得還好耶 看他心情 他有時候想吃飯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我分不出來是誰在叫 分不出來是誰在叫 等一下他冷靜 冷靜一下他比較兇 我都會這樣 你在幹嘛 好笑 復活了 好啦 其實美國短毛貓 他算是聰明 可是我這隻Coco啊 我覺得他有點笨 不太聽我的話這樣 對 我覺得他比較叛逆啦 對 他比較叛逆啦 因為他現在沒結扎 可能他的 有一些自己的恨 衝動 對 自己有一些衝動 但我覺得你如果要訓練你的 美國短毛貓 你可以有一些 小技巧 像我的話我就會把他放在我的肩膀上 然後到處走這樣 這是從他小時候開始訓練的 就有一些事情你可以讓他在小時候 去培養 他長大之後就會習慣這件事情 算是一個 蠻好教育的貓咪啦 對 因為一般的貓咪 大家都不想帶出門 你有帶你家的貓出門過嗎 對 完全不會都在那裡 就是會怕 就有蟲還是什麼 對啊 然後又髒髒的嘛 對啊 就是這樣 如果要帶出去就要常洗澡 如果沒有帶出去就比較還好 而且像我家的貓如果帶出去他們也是很怕 因為他們很怕外面那種聲音 機車 機車開過去他們就嚇到 可是其實Cole哥 我們Tony可以從小就把他 帶在肩膀上面扛出門 所以他已經習慣了 你看看他爪有沒有寫 還有他的釣毛程度 其實像美國短毛 他的釣毛程度 不會到很嚴重 可是就只有在他 換季啊 或是發青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釣毛而已 那其他部分 我覺得比起長毛貓 算是還好 比較不會有那麼多毛 對 像不好貓的毛就是比較長 而且他其實 隨便一摸他會釣一撮毛 可是美國短毛的毛就是 毛量比較少一點 沒有那麼長 所以總結一下 我們美國短毛就是個性好 好癢 對主人或是對陌生人 或是對其他貓 個性都很好 可是他的運動量比較大 所以要注意他的飲食的食量 你如果讓他運動空間比較小的話 你就讓他吃很多 他容易變胖 像我家那隻是鮑妮 那隻貓就很胖 因為他運動比較少 常常都在睡覺 還有注意的話就是 就是要撥時間跟他玩 因為他比較喜歡跟人一起玩 或跟貓一起玩 對啊 而且如果你 平常早上比較少有朋友玩 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那裡狂跑狂跑 對對對 一般的話你要先跟他玩 玩完再睡覺 你要把他精力都耗盡 好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隻貓 第二隻貓在這個桌子底下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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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過來好不好 你先走 欸他只要過來抽熱鬧 好啦 你看 他就是這麼匪伐 別人生氣 然後還一直來找人 對 我們現在介紹這隻是布偶貓 阿布偶貓 他的個性 很親人 就是他像這樣 他就會一直讓你抱著 然後你怎麼弄他他都不會生氣 因為其實之前 布偶貓是從歐洲配種的 他們一開始配種的目的就是想要 養出一隻很大隻 很像那種 他看到別的貓了 你不要一直過冷 布偶貓 好啦 這麼遠 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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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貓那時候他就是想要培育出那種 很大隻 像不我貓融融的感覺 所以他其實抱起來的特徵 就是他會有點貪軟的感覺 抱起來很像不我 貓很長 因為他體重通常比一般的貓更大隻 那你看他多大隻 他幾公斤 公貓通常是7公斤 如果是母貓的話 差不多在4公斤上下 他對其他貓咪也是一樣很親近 他好像沒有說服力 對啊 欸但他體型大是不是也就吃很多啊 也還好我們就一天兩餐而已 那他幾乎都是一到他就會吃完 大概兩碗飼料吧也還好 所以食量也不會到特別大 對只是波爾貓好像長滿快的 像他現在才一歲半 摳哥多大 摳哥一歲兩個月 結果那麼小隻 你看波爾貓也變這麼大隻 因為他毛是真的很長 所以家裡如果比較小 或者是家裡有人會過敏 是不是比較不適合波爾貓 對因為他太會掉毛了 你看我現在衣服就是這樣 毛很多 你看他毛在飄 對啊 他平常會來裝傻嬌嗎還是不會 會啊就是你坐在那邊 他就會自己跑過來 坐在你旁邊 所以他個性也是跟美國多大貓很像 可是感覺就比美國多大貓 貓個性才好一點 應該有吧 有遇到其他貓才會比較暴躁一點 對所以如果親貓的話 應該是美國多貓 貓比較親貓 親人的話 波爾貓應該比較親人 如果家裡有小孩子什麼 他感覺也會陪他們玩啊 而且他好像也不會怕什麼陌生人 像我們第一次來他家 他遇到我們他也是很開心 就是來蹭我們什麼 火蹦亂跳 對不太會躲起來 另外一隻爆貓那個痘痘 他就是比較會躲起來 啊對忘記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宏大攝影師 他自己有一個攝影帳 平常拍很多 這隻是布偶貓啦 還有爆貓 其實不只貓咪 還有很多風景照 對我們出去其實都是找他幫我們拍照 他拍的真的很好 他現在脾氣來了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他的攝影IG 他攝影IG裡面超多作品 大家想拍什麼商品照 你都可以找他 布偶貓一個特點就是他好像白癡白癡 所以比較不適合外出 因為他太白癡 他不知道那個東西很危險 他自己把自己弄死 我上次這樣講是真的嗎 我是不知道啊 可是他應該是比較不會怕東怕急的 他就是什麼東西都會去聞一下看一下這樣 所以滿白癡 因為像我們那個 我們的掃地機器人 他一來的時候他也是 對啊很好奇 對看到新的掃地機器人 他就很好奇在那邊問來問去 好我們現在總結一下 布偶貓就是很輕人啊 可是如果輕貓的話 我覺得他沒有比美國多貓 貓貓還要輕貓 重點就是他毛量比較長 所以家裡如果比較會過敏 或者是比較在意釣毛的問題的話 可能比較不適合布偶貓 因為他毛真的太長 還有他比較大隻啊 所以如果抱著的話 七公斤是有點累 喜歡小隻一點的話 可以考慮美國的貓貓 他現在是因為有其他的貓 來他的家地盤 所以他很生氣 所以他們平常 他們平常個性真的很好啦 現在有點反常啊 好我們現在先放他走了 他很生氣 好我們現在來看地產局 不要跑喔 現在介紹爆貓 爆貓最原本是你看 看得出來吧 他其實不太給人爆 他非常的害羞 因為他其實是以前 像那種有獵豹的 算基因嘛 後代的 對啊 所以他花色也很像 可是一般人會覺得這是米克斯 其實不是 爆貓他有分很多等級的花色 而且爆貓其實 在外面的單價還蠻高的 對 有很高級的貓 所以他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親近的人 你看他現在很像引擎 Σ ノ 蛤 好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他留著 你看很生氣 他是比較兇 可是他平常應該也不會這樣子吧 餵心 沒有別的貓就會這樣 對 啊 enjoys 所以你覺得養爆貓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想要養爆嗎 因為很漂亮而已 就是漂亮嗎 好好笑什麼 這幾隻爆貓 可是妳沒有看到 它現在很像皇帝一樣 與它真的是很像爆 超兇 很像機車引擎 吃東西 你看我們要請他來 還要再請他吃東西 他才願意做 豹貓其實是叫孟加拉貓 你知道嗎 他是有一種豹的鞋頭 所以可以看到 他就像皇帝一樣 很兇 而且對其他貓也是 不是很友善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個性 野性比較強 他不太會自己去找你 除非你去抱他 他也要看他心情 他不太會讓你抱 我覺得他們會比較挑人 就是挑那種 你以前對他比較好 還有你從小把他養到大的那種 對 可是對你好緊 都讓你抱一分鐘吧 對對對 如果不好的人可能抱30秒 再抱可能抱10秒 所以基本上 自立自享 比較獨立一點 他也需要去管他 他偏常會來找你 偶爾啦 他只要是你餵他的人 他就會來找你 他會看似誰每天去餵他 可是還是沒有比阿布還要 沒有阿布就是你隨便抱怎樣都可以 他都不會怎樣 我還有網路上查了一下 貓咪的刺傷排名 結果我後來發現 其實很多結果都不太一樣 可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抱貓其實都是在前幾名 所以抱貓好像是最聰明的 真的你有感覺嗎 應該是 我是不知道 可是他也會常常開窗戶 就是他會自己去勾 偷開出去玩 對對對 所以這樣算聰明嗎 其實應該算啦 他跟你叫他他會理你嗎 比較會 我不知道是因為養比較久 還是因為他比較聰明 只是你叫他他都會看你 就轉頭過來看你 對 叫他的名字 阿多多幾歲 八歲了 所以難怪他比較 容易聽得懂名字 可是感覺下來 他應該是比較聰明 比較有自己的個性 有想法 對 像阿布他就是 那種傻傻的那種感覺 對 你就想你對他怎麼樣 他是怎麼樣 他也不太理你 我覺得養爆貓的重點就是 他的外型很帥 對不對 他的那個外型啊 是因為你小時候 怕吃肉這樣 對 他那個花紋 因為之前 給我們爆貓那個氏族 他有說 你如果要讓他花色夠美 有的會美到就可以去比賽 阿就會讓他吃生肉 好像生牛肉還是生羊肉 阿只是吃肉 他的花色會比較美沒錯 可是他會比較熊更熊 因為他吃生肉 對 就是比較有野性 所以他現在吃飼料 他這樣算沒有很熊 他如果吃生肉的話 他會更熊 可是花色也會比較漂亮 阿所以他從小是吃生肉 一歲而已 對 一歲之後就沒在吃 因為他後來就變很熊 阿你就吃一吃毛色變 有差嘛 其實也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啊 反正他就是長這樣 他也不會特別歪掉還是怎樣 對啊 對 剛剛還沒跟大家補充 最聰明的應該是 爆貓 再來是布偶貓 布偶貓看起來好像笨笨 可是其實他也是在前進 阿結果美國的毛貓 我們Call哥他的智商是最低的 但也是算在貓裡 對 在貓裡面前十名的 都算高智商 因為Call哥其實 他如果要去你的床上幹嘛 你吼他一下就下來 對 還是聽得懂 所以我們今天提醒 最大的是布偶貓 再來是我們的豆豆 豹貓 第三名才是我們的 美國短毛貓 美國短毛貓 其實我覺得和豹貓 會長到差不多的大小 對啊 對 差不多 因為我家那隻是小了一點點而已 好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養貓會遇到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養貓很多人關心 就是貓毛 還有一些各大問題 我們現在來講 重點就是貓毛 因為其實很多人養貓 都會遇到一個重點就是 家裡會掉很多毛 像我們看一下那個 我們Tony哥哥的衣服 你看全部都是毛 非常的誇張 我們剛才只是爆發一下下而已 就全部都是毛 這也是 除了貓毛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貓砂 像我們的攝影師家裡 其實就有一間 專門給他們去尿尿的地方 貓砂室 所以裡面的貓砂常常都會灑出來 像在他的房間 就是把貓砂放在房間 所以貓砂每次會灑出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過敏 最多人在意的就是過敏 因為養貓 掉這麼多毛一定會過敏 所以我們今天來 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台 為什麼會介紹這一台 這台是他們跟我合作的 養貓的最大問題就是 貓毛撒在整個家裡 還有貓沙撒出來 所以常常家裡是輪流 決定誰要打掃 對那你每個禮拜要掃 可能兩到三次 非常麻煩 對超麻煩 我們家也很多人 很多小孩 還有我爸媽 常常就會輪流說 誰要掃地 誰要拖地 誰要幹嘛 常常都會吵架 這一台我試用過 真的是超級好用 所以它可以真正幫你 解放你的時間 和你的雙手 就不用掃地 不用去安排 誰要拖地 誰要掃地 解決你們吵架的問題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現在一般的 各家的掃地機器 標榜的是有 陀螺儀 或者是有 鏡頭的掃描功能 或者是有 雷射掃描 可是現在主流的掃地機器 其實大家 你去網路上爬文 都是推薦一定要買雷射的 為什麼 因為雷射才可以真的掃描 然後你們家的家裡環境大小 像我們今天拿來這個場地用的時候 它也不用花30分鐘吧 就把整個家裡掃描完一遍 App上面就有一個家裡的地圖 之後也會顯示它的清掃路徑 其他牌子的清掃路徑 可能就沒有它們這麼詳細 所以你可以從你的App上面 看到它的路徑 哪裡有掃過 哪裡沒掃過 哪裡有沒有掃乾淨 都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些廠牌的可能 這個價位的話 有一些是鏡頭的 就是類似那種 你雙眼的功能 模擬雙眼的功能 它的要求就是 它可能要在亮的環境才可以用 可是雷射它不用 全天的環境也是可以用 而且它的掃描就比那種雙眼的還要清楚 現在介紹一下它的App 因為掃地機器人在掃的時候有聲音嘛 所以其實家裡如果你在做事情 你不想聽到這個吸塵器的聲音 所以我們常常都是我們在外面可能在上課 或者是你去外面買東西嘛 每天可以定時 它就是可能下午五點出來幫你掃 所以你也不會聽到這個掃地機器人在吵的聲音 你一回家電話就會很乾淨 因為其實現在我開始做影片之後 每天的打掃時間是真的很少 以前我可能一個月不要再打掃一次吧 可能因為現在做影片之後每天都是越忙 變一個月打掃一次 對 可是如果有這台掃地機器人之後 它每天都幫我定時掃 所以家裡其實好像也不太需要打掃 就很乾淨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它可以建立虛擬墻 什麼是虛擬墻 因為我們家其實二樓是蠻大的 有廚房 樓梯間 還有我的房間 所以有時候我可能只希望它少我的房間 我們就建立一個虛擬墻 分區清掃 它可以今天就掃這一區 隔天掃另一區都可以 它可以設定哪一塊不要掃 它就可以避開那一塊不要掃 或者是你覺得這一塊特別髒 它好像沒有掃乾淨 或者是你剛才又灑了咖啡粉在地上 你可以叫它把那一塊圈起來 它去那一塊掃就好了 我們剛才還有提到一個重點就是過敏 它這台獨特的地方就是 它有內建PM2.5的空氣濾網 對 過濾濾網 因為它有獨家的蜜蜂式的蜂草 有一些掃地機器人 它可能吹出來的風 又會吹到它裡面的集成盒 所以就會把一些污染都帶出來 可是它這個就是 它是單獨的再把乾淨的空氣 經過濾網之後排出來 所以 剛才講就是一台空氣清淨集了 它把掃地空氣清淨 把它集合在這一台 最強的就是 這個銅價位裡面沒有的 什麼功能 紫外線殺菌 它有一個紫外線殺菌模組 它把它換上去之後 它可以把整個家裡的地板 全部紫外線殺菌一遍 所以就算你們家有貓 或者你們家有小孩 貓咪常常會 東西可能丟到地板上也在吃嘛 有些家裡的小孩子在地板上爬 也是蠻危險的 所以它有一個紫外線殺菌模組 它可以把地板上的細菌都殺公公 好 我們現在繼續談一下 還有一個重點 貓咪是會破壞家具 對啊 沒錯 像我有一個沙發 那個coco coco 它每天都會抓 把它抓到整個沙發皮都爛掉 沒有辦法 愛貓的人就會 讓它抓 其實我網路上後來去爬文 就是貓咪會抓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 它沒有地方可以抓 譬如說它在這一條路 走到另一條路的路上 它沒有東西可以抓 所以變成說 你沙發剛好再放到這條路的中間 它就會去把沙發抓爛 所以其實家裡要多擺點貓抓 貓抓板 還有家裡可以買那種 防貓抓的那種沙發 這個有被抓過的 真的抓到 這個也要抓 這抓的 我可以抓成這樣子 很屌 對啊 那個牆壁就是貓抓壞的 蠻扯的 養貓它會咬東西 都是抓東西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擺多一點貓抓板 我們剛才講到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雷射嘛 它可以偵測地面上 你們家的物體 它可以準確的 防殘落又防掉落 你這樓梯間 從外心有些感應到 它就不會掉下去 非常好用 就是你家是透天 你也不用擔心它從樓梯上面 摔下去壞掉 還有這一台它的名稱嘛 就是免拖掃地機械 它的特點就是 它不用拖地 跟大家講一下 我不喜歡拖地功能的掃地機 因為拖地功能的掃地機呢 像是這種地板嘛 木地板 對 木地板 它就不適合拖地 濕濕的它會發醋或發難 或者是你們家的貓砂 因為貓砂碰到水大家都知道會結塊 像很多如果貓砂掉在外面嘛 不是腳濕的踩過去黏著腳上 對 而且特別你是用什麼豆腐砂 豆腐砂你那個碰到水它直接化開了 對 所以完全不適合這種拖地的功能 它這台就是標榜 它不用拖地 它可以把地板貼著洗 洗在裡面乾淨 不需要拖地就可以達到和拖地一樣的效果 對啊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一般的這個價位的拖地機械 它的抹布它不會自動清洗 有自動清洗的掃地機械 可是那個價位就是特別高 啊這台你不需要再把它抹布拆下來洗 你也不需要再散 因為其實我們家之前 高雄家裡也有用這種掃地機械 它只有拖地功能 你只要一天不洗的話它就會很臭 因為它是壓在這個地板下面 它就會很臭 啊又拖出去又二次五 而且一塊拖布啦 也很難把我們家裡清乾淨 它常在拖完 可是它回家路上 又把地板又用髒了 所以我才不建議買有拖地功能 它有業界少數的大電池 它有5700mAh的電池 一般的市售電池都沒有它這麼的大 而且它可以斷點接去清掃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比如說你們家很大 你們家100坪 掃到沒電了 它會先規劃路徑 先回去家裡 充完電 再去沒有掃到的地方再掃一遍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它不會半路叼掐這種感覺 對對對 有一些掃地機器人 它可能就是掃到一半就停住了 它是沒電的 它回不了家 可是它不會 它可以先規劃路徑 先回家再出來掃 所以它非常理想 你家很大也適合它 好最後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個掃地機 這台非常多功能 拿我的優惠折供 MATS Master 870 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練 它有八折折扣 而且重點是 它這台有業界幾乎沒有的兩年保固 你不用擔心說你一買回去 會不會很容易壞掉 你一般可能買其他牌子 我不像什麼牌子 你一年壞了 你趕快又要花錢又要換點新的 可是這台有兩年保固 而且你拿我的優惠折扣碼 又變八折 CP值超級的高 電池那麼大 又有雷射 它又有紫外線殺菌 功能超級多 所以這一台真的推薦給大家了 詳細可以去下方的資訊欄看一下 我會把連結貼在上面 還有怎麼用折扣碼 貼在下面 大家記得趕快去買 到7月30號之前 都可以用這個折扣碼 好啦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今天我們全部談到的 我們講到了美狗短貓貓 不和貓 爆貓 三種個性差異都其實蠻大的 大家如果不管養什麼貓 一定都要好好花時間 照顧牠 換貓殺 為牠吃飯 不要因為一開始高興 或者是你養貓 發現說貓怎麼這麼兇 可是牠好的時候其實非常好玩 很可愛 所以養貓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 你要陪牠玩 不要因為牠個性之後 你不爽牠就把牠丟掉 好啦我們今天就大概就是 到這邊了 如果還對養貓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你們家養什麼貓跟我講 可是你們家的貓其實個性比這些貓都還要更平衡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每個人的養法不一樣 造成每隻貓的個性不同 對 所以你只要用愛心去養每一隻貓 不管牠是什麼品種 牠都可以表現得很親近的跟你玩 重點就是要愛貓 好 重點就是 大家可以去買牠的掃地機械 因為我這個試用過了一個月 再來是廠商跟我合作 才推給大家 我也不想亂接嘛 真的可以掃得很乾淨 我們自從有牠之後 我回家我不用擔心 貓咪掉毛掉一地的問題 對啊 我都要派出牠 我少少少 好 大家如果喜歡這台的話 記得去下面資訊欄 找我的優惠折扣碼 MATS870 還有兩年的寶 而且要買要快一點 對 到7月30號之前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貓的主題 可以告訴我 一定要按個讚 確定 一定要按個讚 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 我們另外兩隻貓咪 痘痘跟阿布 牠們有自己的IQ帳號 而且最近油量非常好 大家有興趣可以追蹤一下牠們的帳號 放在這邊 牠們每天幫牠們拍的都奇怪的短片 蠻好兇 還有我們攝影師的帳號 想要商品拍攝 本項拍攝都可以找牠 拍得非常好 很多東西都是牠幫我們拍的 這是彤尼 老客人 IG也是彤尼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今天拍有點累 我是DNLIN 他是彤尼 還有我們的HWC 待會後面偷看 下次再見 掰掰 都在錄了嗎 都在錄了嗎 好 不是 那個是要對音波用 啊 怎樣 這不是拍到球 啊 如果你沒有時間陪貓咪的話 你買再來的手提機器人 牠是也可以陪牠玩嗎 可以 可以 因為牠就像 牠就像一個電動車一樣 對 貓咪久了就對牠有興趣 站在牠上面 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就 帶牠去兜風 你知道嗎 所以牠是掃地機器人界的Tesla 對 算是 貓界的Tesla 貓界的Tesla 對 貓界的Tesla 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